大家好啊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啊 7月2号2020 哎老外是说月日年哈 07022020啊 上午9点48分 西班牙时间啊 这个 有一位传教士 这位传教士哈 还跟我有点缘分 当然我不认识他 因为他1940年代 抗战期间就去世了 关于他的事迹呢 我从好几个渠道得知的 这位先生呢叫什么呢 叫雷明远 如果信基督的 信天主的 很多人应该知道 确切的说 他应该是天主教的神父吧 我给大家 这个文章特别好 我是偶然发现的 这个 他有很多 关于他的照片 留下了很多照片 我给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 这篇文章 是这位先生写的吧 也许是位女士啊 文章题目叫 他为爱中国而生 也为爱中国而死 就这位 这位啊 雷明远 我怎么知道他的呢 这个 我有个客户 姓 姓 金 左边一个格 右边一个金 金格 是我的一个老客户 照顾我买卖 照顾了十多年 就是我不是有一个 切诺基的吉普吗 那个车呢 比较宽 比较大 比一般的卧车啊 比一般的卧车要大 然后有一天 他就跟我说 他说能不能 给我出个车呀 我说行 去哪啊 去天津武清吧 武清 他说是接他岳母 我说好 没问题 然后拉上他 还有他爱人的 就是我们那嫂子的 妹妹吧 应该是妹妹 啊 妹妹和妹夫吧 或者是姐姐和姐夫啊 我有点忘了 然后我们就奔了武清了 就是从那个 京津堂高速 从廊坊 河北廊坊出口出来 出来之后呢 廊坊是奔南去 廊坊前些年我也常去啊 他不往南去 往北去 从一个桥 兜一下子盘上去 然后奔到武清区 原来叫武清县的 小寒村 然后呢 那个小寒村啊 你离他还很远很远的地方 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个教堂 得有上百米高 特别高 可以说是高耸入云 各位啊 如果你们从北京到天津 坐那个高铁 京津城际高铁 就能看见 特别高 因为周围都是农村 没有高的建筑 如果在北京城里边 或者天津城里 就有可能被遮挡住了 特别棒 然后那个 就到那村里 到那村里有一个老神父 姓张应该是 90多岁了 已经瘫了 瘫痪在床了 然后呢 我们这位客户 这个靳哥的 他的岳母 就是这位 张姓老神父的 亲妹妹 他在那呢 可能照顾他哥哥一段时间 然后这个 我给那个 他的岳母接回来 然后在那村里还转转 然后到那个教堂里还转转 教堂里有很多 类似于壁画啊 写了很多圣经的描绘了啊 这个画了很多圣经故事 当时啊 我不知道老神父之前 这个村里边 这个教堂是谁建的 后来呢 我这个 买了一本书 这么厚 大概是很厚的书啊 大概是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的啊 中国文史出版社就跟这个 全国政协有关系 可能属于全国政协的啊 喝口咖啡啊 我这是咖啡加牛奶 西班牙语叫咖啡 就是 然后这个 后来我就走了 后来好像又去过两三次啊 都是帮着我这客户 就是接他岳母啊 或者什么的 后来呢 买了这么一个后本书 叫蒋介石 碗帘 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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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蒋介石呢 蒋公啊 蒋园园长 这个 有一些民国的大佬 或者民国的知名人士 不管是大陆时期 还是台湾时期 去世之后 他会写一些碗帘 当然啊 你生前他也给你写 反正对联晚联 都是蒋公的末宝 哎 我就看这书 看着看着 就看到了一个叫雷鸣远的 就是这位 他是比利时人 好像不是对比利时人 就看到了给他写的 我一看那个世纪 正好说天津 武清 小韩 小韩村 当然过去啊 这个民国时候 武清是河北省的 他写的是河北省 武清 县 小韩村 这个教堂 是这位神父 这位比利时人建的 哎 所以我就留些印象啊 当然我之前的节目 也讲过这位 雷鸣远 也讲过 几个月前我讲过 哎 这次前两天 看到这位 这位吧 不知道先生女士 写的文章 之前 之前几乎没有 他的照片 你看这位 慈眉善目啊 慈眉善目 好啊 我给大家说说文字啊 1940年的今天 他大概指的是 1940年的6月25号啊 这个抗日战争的 纷飞战火中 一位63岁的老者 在重庆逝世 这位 白皮肤 黄头发 蓝眼睛的外国人 却是一位 地地道道的中国公民 按当时说啊 中华民国的公民啊 他在中国 居住了30多年 你看他63岁去世 30多年 那他可能20多岁 就来中国了 不仅加入了中国籍 还努力学习中国文化 读中国的书 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国语 用毛笔 写漂亮的行书 啊 他对中国的文化 还非常的上心 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推崇 而且有一定的文化程度 是吧 他穿衣 吃饭 穿鞋 读书 都是中国式的 一席布山 啊 这布山 是吧 布的长山 是是跟大罐是一个词吗 我不太清楚啊 有可能啊 走遍中外 一部四书 他还有四书啊 四书五经 一周来复 反复的读四书 抗日战争期间 他更以全部精力 投入到中国人民 反法西斯战争中去 抢救伤兵 救济难民 教育失学儿童 他说 不要看我的眼睛 不要看我的鼻子 要看我的心 他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心 他那会经常啊 他那个 比如说帮助一些 那个流离失所的孤儿 还到战场上 他组织人抬担架 救伤兵 好像国民政府 蒋委员长 给了他一个中将军衔 但是后来 他应该是被巴勒军扣押了 被巴勒军扣押 就在河南信阳一带 巴勒军好像最南边的势力 就到河南信阳 到湖北 像李先念的新四军 第五师吧 那就是新四军了 到河南信阳 有一个著名的 所谓的竹沟惨案 好像是说 国民党吧 杀了巴勒军 一些伤员好像是 当然啊 双方的摩擦是相互的 这个 这位先生被巴勒军 关押了一段时间 雷明远神父 回来之后 1940年的 是国民政府 跟巴勒军交涉 给他放了 本来是扣押了 为什么扣押啊 这个 我知道这件事 太具体的细节 不清楚 然后扣押之后 放回来到重庆 没多久 他就去世了 他是比利时传教士雷明远 一个被中国人遗忘太久的人 中国大陆很多人不知道他 因为主流的这个官方的新闻媒体 基本上不说这个人 他是中华文化全心全意的仰慕者 也是中华民族应当 刻骨铭心的恩人 刻骨铭心 这写错了 他写成刻苦 刻骨 这有一段这个 耶稣对门徒说的话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舍己啊 我们常说舍己为人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这个指的是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应该是 我不太懂啊 他是这么说的 马太福音16.24 和和本 和和本是不是 这个圣经的某一种版本呢 是吧 就像《红楼梦》有很多版本一样 马太福音16.24 是马太福音第16节 第24段吗 还是第16章第24小节 我就不清楚啊 这个请教大家啊 这上面说是纪念雷明远先生 逝世八十周年 菲特利 他叫菲特利啊 菲特利雷伯 其实应该叫 菲特利克 菲特利克 菲特利克雷伯 这个1877年 至1940年 活了63岁 即雷明远神父 圣明啊 在天主教里边的名字 圣明 或者说他死后 有成就的天主教徒 才有圣明 是吗 这个哪位如果是信天主的 或者信基督的啊 给我指点指点啊 咱们共同学习啊 他的圣明叫 味增觉 味道的味 增加的增 觉 伯觉 公觉 啊 绝世的绝 1877年 8月19日 生于比利时 根特城 啊 有个城市叫根特 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 雷神父是家中的长子 他双亲的啊 父母的虔诚信仰 与基督徒的精神 深深的影响了他 和他的弟妹们 母亲叫路易斯 从小就引领孩子们祈祷 并经常为需要的穷人 慷慨解囊 使雷神父从小就养成 热心祈祷和乐善好施的精神 乐善好施啊 这个有一张图片叫青年 青年雷鸣远 看到旁边的树啊 我感觉有点像中国 但是我不敢确定啊 也许就是比利时 但是我感觉就像是天津郊区 是吧 当时的河北省农村 我熟悉的地方 这个1888年 1888年 雷鸣远11岁时 阅读了1840年 1840年啊 鸦片战争啊 在中国武昌 中国湖北省的武昌啊 现在的武汉的一部分 殉教的 懂文学 殉教啊 死于传教 应该是被杀了 是吧 这个懂文学神父 传记后 就立志前往中国传教 是吧 他觉得那是一个正确的道路 前夫后继 1900年 于神学院就读时 23岁左右啊 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 比利时的传教士 叫韩莫里主教 在内蒙古殉教 当时很多传教士 包括信仰这个基督教 天主教 东正教的 中国的信徒也被杀 大量的被杀 像我们家的安定门外 青天湖公园 就有俄罗斯坟 里边少量的是俄罗斯人 几百人是中国的信徒 信东正教的 更促成雷明远决定前往中国传教 这是他二十多岁数的照片啊 已经是一个小伙子了 1901年 雷明远随北京教区的凡国陪主教 乘船来划 凡啊 凡梨花 这个刘邦的妹夫 凡快的凡 国家的国 动粮的粮 你看这个名起的凡国粮 是吧 希望成为中国的动粮 他希望是宗教改变中国 1902年 在北京成为神父 随后被派往天津武清区 小韩村等地传教 你看这个文字了吗 天津武清区小韩村 我就去过这个村啊 也接触了 他的继任者之一 那位九十多岁的张神父 张老爷子 村里人都管他的老神父 那个小韩村 在维基百科上能查到 天津武清小韩村 那个村 百分之九十七 九十八 不到百分之百啊 九十七九十八 都是天主教的信徒 到现在也是 那个村就建那个 号称是亚洲最高的 天主教的教堂 花了一千多万 都是这位老神父 就是我的客户的岳母的哥哥 他募捐来的 募捐来的 当然来那个教堂里边做礼拜 从事宗教活动的信徒 不仅仅是小韩村一个村的 周边的都过来 1903年 雷鸣员主持重建了 在义和团运动中 被损毁的小韩村的教堂 1900年左右 这个教堂被烧了 被损毁了 雷鸣员 他给重建了 过了三年 到达中国传教后 他努力学习中国文化 就走向本地化的道路 台湾叫在地化 我们说本地人 台湾说在地狼 是吧 这个读中国的书 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国语 用毛笔写漂亮的行书 为解除 为消除中国人对洋教的 所谓洋教的误解 并真正认清和了解教会 雷鸣员神父 不但将自己的国籍 改为中国籍 并且先后于1927年 和1929年 创立了两个中国国籍的修会 一个叫耀汉 荣耀光耀啊 荣耀的耀 耀汉就是荣耀中国啊 在中国发扬光大 耀汉小兄弟会 和得来小妹妹会 得来 要有得 得来小妹妹会 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 这又有一张照片 他穿着中国的长袍大褂 穿着中国的那种布鞋 是吧 这种布鞋好像叫撒鞋吧 你看他和一个中国的小女孩 在这 就是这位啊 雷铭远 不好意思 一般的外国传教士啊 往往以披露中国的缺点 贫穷 来争取外国教友的同情与慷慨 回国募捐去啊 说中国穷 你们给中国捐点 而雷铭远 则以中国的优良传统 文化的深厚 作为报告的资料 他对质疑他的人说 隐恶扬善 是任何君子 应该做的事 又何况一个有爱的人呢 哎呦 雷铭远的书法 真棒啊 真棒 看他写的这个书法条幅 是吧 生于忧患 雷铭远 我看哪年 1939年6月28 啊 这就抗战爆发以后了 后来他跟着国民政府的军队 往后方撤 他离开了河北这一带啊 这个京津记这一带 到了河南 帮助政府 这个救护伤兵啊 这个帮助一些孤儿啊 做了很多工作 1905年 他升任卓州总堂神父 到任后 做的第一件事 是取下教堂悬挂的 法国国旗 换上了中国的龙旗 清朝嘛 清朝的国旗是个龙旗啊 当然这种做法 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认同啊 1912年 他调任天津 当时属于河北省啊 他同样取下了教堂的法国国旗 以示啊 就表明 这是中国的教堂 好吧 先读这一段啊 这个 我喝点咖啡 吃点东西 待会接着跟大家聊 再见 谢谢